你好 哈囉 歡迎WO節目會 歡迎收看WO節目會 我覺得每次出去旅遊的時候 覺得心情好好喔 忍不住 就會把一些禮貌 或者是一些該做的事情 拋到腦後 我就覺得 我要很開心 到什麼時候鬆過頭 就變OK了 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城市啊 就是感覺大家都會看我們的目光 可是你到國外去 很多人都像西方聯友看我們 我們就覺得 沒有人認識我們 反正我們瓶水箱 我們這輩子不會再見面了 對 所以就會放得很鬆 放得很鬆的過程 就會變成說 很多禮貌可能就沒有了 它放太鬆 造成人家的困擾 對 而且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一國旅客怎麼都這樣 好累喔 你就變成那一顆老鼠 甚至會覺得說 那個數值太差 那個國家人數太差了 真的 對 而且其實像我們每次出去旅遊 其實我們心裡會有一個 排名 就覺得 黑名單 如果能哪一個國家的 如果跟我一起 我會想說 也沒有不開心 你就只是會發出這個聲音而已 對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好好聊聊 用很軟性的態度去聊一些 很硬的題目 到底你出國最怕遇到哪一國家的人呢 是的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歡迎大家 那我們今天其實非常特別 我們有特別跟我們的粉絲做了互動 我們把題目也丟給他們了 他們也有回答 是的 然後都在我手上有一些好物 都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好 這一集是來賓跟那個網路共謀互動的 OK 但是我覺得七個國家裡面 我們現場也要不要來猜一下 你們覺得哪一個國家呢 是比較會被討論到的 對 我們大概有九成的粉絲 都投那個 對 我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到哪裡去 大家都很喜歡美國人吧 對 對 對不起 云辰 我就先來唸幾個 好 不都可以 為什麼 我們要露臉 然後結果粉絲名字要遮起來 哪有啊 好 他說沒有之一 最怕遇到中國級旅客 然後他們的世界沒有排隊這個事情 然後是我很舒服 然後還有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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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之前去那個中正紀念堂 看那個一對交接表演 但是就有一群路客不配合 說話超大聲 還用閃光燈拍照 字直呢 也沒有在聽 而且都擠來擠 我看到了這個人姓劉 這個人姓劉 好 然後他說 之前去京都的金閣寺拍照 差點被那個中國人推到湖裡 推到湖裡 對 反應都要翻到後腦燒了 你怎麼還有啊 怎麼這麼好 然後他說 我在香港迪士尼遇到中國遊客 直接在那個玩具總動員的 綠色軍官上面 然後還有插隊 然後吐彈在那個迪士尼的地板上 對 就是以上是網友提供的一些想法 後面就不念了啦 沒有 那是其他人 那現場 你們也有同感的嗎 不然先問葛西好了 其實齁 就已經發生之前 在日本的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從中國來的旅客 真的 他們帶了很多的那個商機 對 所以我就有一次是 差不多六年前 在鳥曲縣 就是那個 我去抱溫泉的時候 就在那個外面那個 更衣室脫衣服的時候 那個裡面那個澡湯裡面 有聽到很大聲的 有捲舌的那種 對 捲舌的捲舌 捲舌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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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 真的 鳥曲縣耶 他們來這邊是不簡單 厲害 不懂完 對 我覺得人家不錯 厲害喔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一打開門 就看到 就那些講那個中文 那些旅客 就躺在地上 就躺在地上 你說是裸體堂 裸體 裸體堂 我就上了 因為去那裡在 那種以外 我就 你那個是溺舌吧 捲舌 捲舌 躺著聊天 躺著聊天 我早差一點才到 然後就 算了 我以為他們是泡太久 要上熱身嘛 就是休息了 那路面的戶外 露天也有一個溫泉 那我去那邊泡好了 就然後 但那時候剛好有下雪 很浪漫 所以去那邊泡沙 然後想雪 就還不錯 然後就一打開門出去 外面有一個 有六七個一樣 你說躺平族啊 也躺平族 可是外面很冷耶 很冷的 就已經那個 下雪了 地上變白了 真的有那個呼吸很擔心 對啊 呼吸很擔心 那還好有個眼睛有動的 他們真的認真的就想雪 太酷了吧 我覺得我一看到那個畫面 就不好意思 我就是一小心想到 這好像真是那個 海濕 海濕 好多 在曬太陽的海濕 好多海濕 在曬太陽的海濕 就完全千萬不要躺在地上 還以為有人以為是他有 身體不舒服啊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那種 感覺好像命案現場 五六個躺在地上 真的那個畫面真的 很好看 很好看 可是看你們那個 是韓國的漢真母 可能覺得是東北的澡堂吧 真的啊 他們是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去過男生澡堂 女生也不在 女生不會 女生不會 因為如果泡湯的話 可能泡得太熱 他們會覺得東北的澡堂 不都是比如說你搓澡 什麼之類的 都是一排在一起 裸著那個就是燙著 或者是這樣子去聊天啊 休息啊 可能他們把它當成 東北的澡堂 可能以為有人會來戳澡 可能 就是把家鄉的習慣帶到日本 對 習慣才發現 這是日本 可能啊 九九 好 然後我在韓國的時候就是 會滿怕就是 中國人來 少貨之類的事情 因為他們其實消費力就很高 就很多人來韓國就是少貨 就是譬如說我去買個化妝品之類的 我就進去 但是他們不會理我們 就是可能韓國人 因為也可能是因為看得懂啦 他們就會服務中國來的人 結帳也是就是先幫他們解 因為他們的東西比較多 對 對對對 所以就會發生這些問題 可是我後來想想看 我好像也可以假裝是中國人 對 你很像就可以來服務我 真的 人家怎麼會變通 對 很棒 那性格你呢 類似狀哥 全部都碰到 跟我老婆就是去 有去韓國有去日本 要買一些限量的一些 像是包包還是什麼的 連二手的喔 二手的我去喔 進去 然後跟那個櫃台小姐說 這個我們要看一下 她說對不起 這個已經被旁邊那個 被訂走了 旁邊看一下 中國的 就被他們掃過 那些不要買回去的那些 那些伴手禮什麼 全部都被掃光光賣完了 錯了 而且不只再去國外 新加坡也這樣子 我要回台灣 我要買綠蛋糕 然後我就要去買的時候 前面那個人買了十幾個 神經病 你要怎麼帶上飛機 她買一次 然後我要買的時候 還是還有 但要等 要等下一批 等下一批 等下一批 下午來喔 下午飛機飛了 對 除了今天還有 插隊的問題 我記得有一次在澳門 對 我問我朋友 朋友都忘記 我在澳門我們排隊 排繼承是排很久 都沒來 那個是人龍 從那邊排到這裡 就有三個中國籍男子 因為聽他們講的廣東話 不像是澳門 應該是廣西 還是廣州之類的 他們就站在那邊 然後很久才來一台 他們就上車 我們就每個人都說 你不能插隊啊 就到澳門了 然後就說 我在那邊很久了 我就要上去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老阿伯 過去跟他說 不行不行 然後就趕快叫另外一個人上去 然後上車之後 你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傻眼 他們三個人 兩個跑到那個計程車前面 擋住那台車 不讓他走 你走 你走看看 然後也沒有人 沒有人整 最後那個就是計程車失叫 裡面那個客人受不了 成哥就出來 就讓他們三個人就走 就走了 我有一次在 也是廣東 在搭計程車 然後那一次好像好死不死 剛好要回飯店的時候 經過一個體育場 然後那體育場好像在開演唱會 好多人 然後那個結束以後 好多人出來 我們要招計程車 當然招不到計程車 我們好不容易招到一台計程車 然後在開的過程中 就好多人在拍我窗戶 我想說自己 上去 上去 然後就有一個人 就有一個人 他說 他就跟著我們那個車 因為車子也不快 所以他覺得拍窗戶 拍到十幾分鐘 我想說算了 太久了吧 我想說算了 看他要幹嘛 我就把窗戶拉開 我說請問有什麼事嗎 他說 他說 你搭很久了 十五分鐘了 該我搭了 嚇到 我說 可是我飯店還沒到 他說 可是我等這車很久了 他說 可是我在車上 對啊 他說這車要輪流搭 對 好奇怪喔 什麼輪流搭 又不是旋轉目標 對啊 旋轉目標也沒有在輪流搭 有到幾個層搭 重點是十五分鐘 你還在原地 對 分退走路回去不就好了 速度慢到達 對 好奇怪喔 所以在杭州 就是以前去杭州玩的時候 然後也遇過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是排隊 因為我們去個景點嘛 然後廁所其實很少 所以就是那幾間廁所 所以排隊的時候 大排長樓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哇 終於快輪到我 快輪到我 你知道已經憋得很急了這樣子 結果你知道要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要開門 準備要進去的時候你知道 我旁邊的大媽就跟著我一起進去 你要幹嘛 共用嘛 一起 一起上 一起上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一起上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她就真的把門也推開 然後吆喝她幾個朋友來 然後 可是拿筒不就這麼大嗎 對 所以你們是背對背嗎 你知道他們怎麼樣嗎 他們就在我面前上耶 他們就不走 然後就直接在我面前 蹲在地上上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我就嚇到了 對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 等他們上完 等他們出去之後 但是因為也太急了 所以我就跟他們面對面 要互看 然後這樣一起上廁所 你知道嗎 他們其實都是見過大風大浪 對 但是我的是有馬桶的 但是他們是沒有 沒有 對 你怎麼走出去 就是 全部都跳過去了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大排床 所以他們就真的 就是直接衝進來 那我也趕不走或什麼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 然後幾個一進來 我就整個愣住了 所以他們是上在馬桶的外面 對 對 我也還要不走 一路聽下來 我也想到新的東西 所以跟腳本部一樣 跟腳本部 腳本部等一下再說 腳本部 但是就是 他們的邏輯跟購買力 真的太強了 對 沒錯 剛剛可惜說已經去了鳥 我去一次比較偏僻的地方 我之前去非洲的一個島國 叫賽什爾 你有聽過那個島國嗎 賽什爾群島 賽什爾群島 已經夠小了 然後我去那地方 我們也是下午空檔 想說去逛逛他們的禮品店 就進去之後 他們的禮品店裡面 有一些很奇怪 是你不太可能想買的 一個是那種 做得很精緻的那種 模型船用木頭造的 都這麼大一艘 太大了 對 這個很漂亮 你可能會看一看 對 那這個算 那個一艘都大概十幾萬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是桌上放了很多 很特別的東西 是旗魚 大家知道嗎 那個樣子 旗魚 他們有賣兩種東西 一種是旗魚的眼睛 然後第二個就是 旗魚的頭 從這個地方大概截斷之後 然後留前面 還有兩顆眼睛 跟那個尖尖的那一個 就這斷 類似閉的那個 然後立在桌上 就往上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一肥窮天嘛 對 因為那個東西很特別 我們進去會一直看嘛 對 結果店員就來了說 不好意思 你剛剛看到這些眼珠 這些旗魚跟那些船 已經剛被一群的 然後中國人全部包下來 這要買也沒有 對 我們要買也沒有了 我就想怎麼辦 有辦法包這些 在買那個船 這怎麼帶回去 怎麼帶回去 不知道怎麼帶回去 你也有幫你那天 對 我就去買了一堆魚 放在家裡要幹嘛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我之前也是在 我在南美洲旅行的時候 然後去坐他們那個 很特別的纜車 我就坐在那個桿子 結果下一站的時候 就來了一群中國大媽 然後上來之後 就很大聲的喧嘩 但是因為也沒有 因為位置很少 纜車其實沒有那麼多位置 然後他們就沒有位置在 然後就看到了 這個車廂裡面的伏幕 就是我的一根桿子 那就全部 大概十幾個圍到我旁邊來 也沒有想說 我已經站在那邊抓著 就所有的手就上來 上來 還有一個就這樣抓著我 真的要抓緊 他在那邊沒有 你哪裡是愛情 你像只要我一片吧 很可愛 整個車廂都沒人 大家都在桿子那邊 大家都在桿子那邊 然後我在追蹤就被擠著 而且他們是 他們是一開始還有點距離 然後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然後手越來越多 那你想想看 那如果是一群高中女生 是不是很開心 那你應該整個抱在上面 我看 對 我就當 我就當桿子就好了 整個最後一直這樣 我真的還是會被擠走 你就被那個浪退 推走了 他會不會當沒事聊天 聊天然後越來越多手上來 那你就會默默地往往後退 對 都突然中間也抓不到 撐到 你就放開了 就被擠出去了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辛苦了 還好你沒有在攬車上面 被擠出來 太可怕 好可怕 我直播也還好 我都是在法國路上面 尿尿 所以我也不會建議這個 對啦 對啊 在很偏僻的地方怎麼樣 對 我擦什麼路邊尿尿 我這個已經搶了 今天我要這樣做過了 我聽大家都在抱怨中國旅客 但是我覺得法國人 雖然法國人 不管什麼國家都會抱怨 但是我覺得法國人很喜歡 中國旅客 因為我們需要錢 我們的名單 你好好吃 做那麼多名牌 對 我覺得我們法國人比較小氣 不會買那麼多 我們需要中國人來買 我們可以特別寫很多中文 這才的字 對 答案超多的 超多地方有中文的 沒有英文的 就有中文的什麼 你們看 而且安娜還幫他們說 她說我們也在路邊尿尿啊 怎麼樣 你們可以啊 路邊尿尿 但是我覺得 尖民選人好很多 對 好的 我們那個粉絲專業上面 你也叫九成嘛 對不對 但有一部分也是有說 其他國家 另外的國家 有兩個國家 應該是韓國 被印成的樣子 對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就是日本 好戲劇 好戲劇 不會吧 日本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日本整體而言 是OK的 但是很喜歡 對外國文化指指點點 意見很多 還有日本的男生呢 喝酒前 就是覺得 真的很有禮貌 但是常常在國外 看到他們 喝醉酒後 那個晚上 都會在馬路上面 那樣跑來跑去啊 然後用日文 大喉大叫啊 然後穿越馬路 可是喝酒前都是正常的喔 喝酒前就是不正常的 可是我 就多多少少都可以解釋一下 台灣的話我會解釋 因為台灣離日本距離太近 還有那個文化 吃的 天氣啊什麼 一些公共道德 或者價值觀也很接近 所以 一個是距離很近的關係 所以以為是 來台灣也是 也是用 無意識的用日本的標準來比較 太親切 因為太親切 太接近了 太多建築物跟日本太像了 對 有時候真的有忘記 我現在在國外的那個感覺 所以怪我們囉 我覺得這要入境水準啦 應該不可以用日本的標準來批評啦 真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啦 我想說 我剛剛有 我跟這個同意 因為最近 為什麼 在網路罵 他說 我想說 在餐廳可以化妝嗎 有可能是化妝是怎麼樣化妝 有可能是 用追蹤機來追什麼 對 對 我差別在哪裡 他在餐廳補個妝也不行 這個 應該可以 八 不是 本人在罵太多了 我就覺得真的是 你們會覺得說到國外的餐廳 你們會覺得太大聲 你們會不舒服嗎 如果在國外的話 我覺得第二個 第二個題 剛剛莎莎姐住的那個是 這個 路上什麼喝醉講話 太大聲就是 我覺得我 我有意識到看到就是 中年人以上的人 比較不知道 有這樣子的行為 然後就他們在日本國內的壓力太大 對 所以就脫離那個日本社會 我是來 國外就很High 來休息 對 比如說 那我之前在 自己有看到 有一個是頂摩峰 那邊就看到 日本的旅客去上面 他們就開始喝酒 就喝酒吃小籠包 那喝酒就喝醉 就在餐廳裡面 很大聲的講話 就我覺得就丟臉 是 這樣需要補充 對 我也同意 你知道嗎 日本人他們在日本 對外國人很熱情 很好 滿有禮貌的 但是日本人 他們在國外的時候 他們完全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以前 學過日文 所以我在國外的時候 碰到一個日本人 我很開心 因為我想聯繫我的日文 但是我對他們說 他們都變成滿冷淡的 都不理我什麼 但是在日本 日本人都很好 但是在國外 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因為 在自己的國家 壓力比較大 社會的壓力比較大 但是在國外 你們可以比較輕鬆 做自己的事 這個我要補一下 這個是日本有一個 所有就是 外出旅遊的時候 少許的作物 或私利的事情 是可以被容許的 好 但是也不是只有日本嗎 除了中國之外呢 還有一個國家 韓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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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韓國的旅客 因為有遇過 他們在飛機上 一直喝酒 還發酒風 跳脫衣服 日本輸了 而且你有遇過私利的 脫衣服的 不算脫衣服 但是喝酒 那個講話的話 我真的是有遇過 其實我覺得韓國人 其實除了中國人說話大聲 韓國人說話也蠻大聲的 對 但是為什麼 是因為 我覺得是語調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說 你好啊 或者是 哈囉啊之類的 對 那韓國的語調就是 你好 然後就是 然後或者是說 什麼叫你 尾音是比較上揚的 所以我們在講話的 最後一個聲的時候 就是 你好 然後就講對話的時候 然後那個尾音上揚 就給人聽起來 會特別特別吵的感覺 東北話其實也是 所以是語言的錯誤 不是我們 然後 那就是我覺得 還有一個就是韓國人 真的特別愛模仿中國人 為什麼 為什麼 會嗎 會嗎 為什麼 因為就是之前在 就是在泰國玩的時候 有兩個韓國的女生 就是喝醉了 喝醉了發酒風 就是在路上就是大吵大鬧 然後別人就是會 就會就會問之類的 就是去詢問之類的 他說 I'm Chinese I'm Chinese 那詢問的那個人 正好是中國人 然後最後就說 他是韓國人 就很愛幹這種事情 家破人 家破人家破人家破人 對 然後就是 那個去巴基斯坦 就是現在很多人 全世界應該都知道 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很好 然後因為中國人 去旅遊的時候 或者是去有一些地方吃飯 巴基斯坦有一個店面吃飯 他看到中國人 他就不會收錢 然後韓國人去了之後 所以說 然後他想到之後 你這樣不會收錢 然後就是 因為這招其實 跟這個小朋友一樣 他就要很管用 聽起來... 那惠宇你有覺得 韓國人也是不太好 我對韓國的印象 有一點不好 可是可以換葛威子 沒有啦 沒關係 對 壓力很大 因為我上次回泰國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 還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就是去帕特亞的戶外酒吧 然後坐沒多久 我隔壁就來了三個歐巴 歐巴 對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那三個歐巴一直看著我 有 對 但是我那時候因為帶個老公 所以我就沒有 好可惜 後來我就是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走去上廁所 然後突然有一個韓國人 就是韓國歐巴突然跳在我前面 然後比一個安心 幹什麼的 然後我就嚇到了 然後我就想說 你在幹嘛 然後他看到我的那個表情 他就讓我走了 然後過沒多久 有一個服務生過來跟我說 小姐那個三個歐巴其中有一個很喜歡我 然後我就轉頭去看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什麼 有一個 有一個歐巴突然站起來 然後跟我比大愛上 好可愛喔 沒有 他老公在 沒有 可愛 然後我就嚇到了 然後我宣布了 因為店很多人 酒吧很多人 全部都在看著他 然後看著我 然後看著他 然後害我很害羞 然後我老公的表情就 真的 你老公沒有回他一個愛心 沒有 你老公要回個愛心給他 老公後來我們受不了他 因為他一直叫那個服務生 一直來打擾 好煩喔 就是說 對 好煩喔 那種人不行 對 然後就會一直問說 可不可以跟他去坐在一起啊 不然就是他可以過來併坐 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我們就離開了 所以我覺得韓國歐巴真的是 很可愛 很有自信的 非常的 所以昨天你有被韓國人搭訕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節目的一個話題 沒有 我就是一直一直聽 很多人都說 那個韓國人是哪裡不好 但是我們美國的概念 是完全不同 我們都覺得那個韓國人來到美國 我是非常非常的禮貌 而且是非常非常給面子 真的 真的 真的非常給面子 那個韓國人呢 你帶他們到任何的地方 你就說 這個是一個書 是有四年的歷史 他們都會 給面子 真的就是給人吧 真的 你那口氣就是本人的口氣 非常給面子 各位女客人 我們美國到了 太誇張 很奇怪 然後他們都覺得我很愛喔 這是韓國人嘛 所以你們是韓國人 讚 讚 因為他有美式的那種感應方式 對 我覺得韓國 因為我們看韓劇看太多了 還有看過韓國的歐巴 都覺得韓國男生就是文職彬彬 然後重點是什麼 他們都會有一個叫做什麼 這叫什麼 就是一個禮貌之手 就是永遠不會 你知道拍照的時候 永遠都是跟人家有隔開 尤其跟女藝人的時候 肩膀都是這樣子 對 但是沒有碰到 沒有碰到 然後就這樣子 對 好假喔 很紳士 很紳士 很紳士之手 你知道嗎 而且有時候 像是那種女生有時候 衣服這樣要拉一下什麼 男生還在背對過去 然後把他包穿起來 就覺得 哇 你說你說你要坐下來 他會先幫你擋住 讓你坐好以後 對 然後結果我們想像中 幻想的樣子 就是永遠男生 歐巴就是一個 好 實際上 文職彬彬的樣子 但實際上 你知道當我們去到那個國家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一些接地氣的地方 比如說你一去到夜店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切的文化 走過去 在我們在沿路要走到 霸台的過程之中 你就會突然發現 韓國的歐巴會怎麼樣 他們就會突然這樣 抓住你的手 然後 而且是很大力這樣抓 然後把他扯到 他的朋友群裡面 就說 你們是哪裡來的啊 什麼什麼的 你那是陌生人 對 對 是陌生人 是陌生人 他就這樣扯過來 然後就是看到不認識的人 就立刻這樣扯過來 然後就說 就用韓文說 你們在哪裡來的啊什麼 我們就說 我們不是韓國人 然後我們就要走掉什麼 他說沒關係 來來聊天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人 又立刻打你的肩膀 就把你扯過來這樣 然後 而且那個手會讓你覺得 這是賢豬手吧 就已經不是 你知道神賜之手 然後就覺得 你在那裡面就覺得 很沒有安全感 就很害怕 而且不是只有一邊的人 是真的這樣沿路上 就是很多韓國人 都會這樣子拉扯 然後後來 對 像被地獄這樣子拉扯 好像去監獄裡面 然後走過去那邊發覺 真的有點像那樣子 阿比十八成地獄 對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女生還會有點驕傲 像說一定是害症或什麼 對 你就覺得很開心 可是你知道當他們 手越越多的時候 就覺得越可怕 就基本上不舒服了這樣子 或是在路上的時候 就是可能一些酒吧地方什麼 他們也是就是用這種 很直接的方式 然後把你拉過來 然後就是要問你事情 然後要認識你這樣子 所以就讓人覺得就是 哇 傳說中的紳士之手 不是這麼一件事 沒有那麼的紳士 對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 紳士之手這個 這個應該都是藝人在做的吧 對 作形象 作形象 戲劇裡面 所以那你自己覺得 韓國人的戲 是不是拍得比現實還要好 對 差很多 但因為我們現場 有其他國家 他們好像也沒有被寫到 那個粉絲專頁上面 對對不對 粉絲沒有點名 但是你們會不會對那些旅客 有些意見呢 Josh 雖然法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還有台國 美國的旅客 都很煩 你一定是他親口 你一定是他親口 但我最喜歡的是你 是你啊 但是我覺得 最怕遇到的旅客 一定是澳洲人 你們是澳客 對 我是一個澳洲人 為什麼 澳洲人很喜歡旅遊 只是因為在國內旅遊很貴 好像你花了三萬塊台幣 你可以去巴黎島一個禮拜 包括酒店 機票 還有零用錢 但是在澳洲是 好像代表就是一個週末分之類的 對 所以不管去哪裡 你一定會碰到一個澳洲人 那為什麼我討厭呢 我就是覺得在國外的時候 澳洲人沒什麼文化 我們就是不尊 因為你自己這樣講 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因為基本上你這樣講 我們是不會否認的 就是因為我們不尊重別國家的文化 是喔 對 好像把東南亞當作一個樂園 對 澳洲人常常喝醉 還有看不起本地人 對 已經發生了好多次 有些澳洲人想把毒品 投進去伊尼 對啊 但是根本沒什麼道理 對 那你自己這麼討厭這些事情 所以你才到國外 你應該就不會做這些事情吧 因為那是你不喜歡的 其實我想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開始想一想以前的我 以前的你 以前的你 一千年的你我 對 對 其實很久以前的我 不是最近 OK 我可能會一樣 沒什麼禮貌的樣子 所以他今天是故意穿西裝 打領帶來表情嗎 對 那你說 如果說我在泰國的時候 不但不戴安全帽 我也在機車上喝酒 對 還有在墨西哥 我在一個景點拍不適合的照片 你是紅色內褲嗎 這個是我 你以前這麼胖 對啊 你以前胖 對啊 因為我一直喝酒 看不起本地人什麼 但是現在我減肥 所以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的我的樣子 不禮貌的影片 好想看喔 有 有 有 這是 這裡是哪一個 真的嗎 這是可怕 海國 好海國 對 換媒體 好危險 危險 妳這可以跳的嗎 真的是可以跳的嗎 沒有穿 那是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是沒有穿衣服 沒有穿衣服 我的天啊 好變態喔 是比基尼 而且她趁女生在 好噁心 我的天啊 其實趁人家沒有這樣 往後看的時候 你走過去是不是 就惡搞 好用不著 我的天啊 這在台灣吧 這就是今天衣服一樣吧 算你再玩吧 等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 剛剛 他在幹嘛 你表情這樣都討厭吧 安曼弄作演得很好 好 好放飛喔 你不是說你那是你以前嗎 那應該是你剛剛吧 不是 那個是五年前 對 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好可愛 好可愛 我覺得我們法國人 我們不喜歡一個國家來法國 那我們猜猜看 是歐洲吧 日本 美國 在美國 我們不喜歡 因為我們 我們也不太喜歡去 你們是不是 我覺得他們覺得 全世界是他們的 所以一來 一般觀光客 如果到法國 他們會說 不好意思 你可以說英文嗎 一般的人對不對 但是他們不會 他們就會開口就是講英文 就是覺得你應該的 對 應該 反正我就來 我要買東西 你應該要聽得懂 然後他們 我就跟其他國家 不一樣的地方是 如果比如說 中國人來 然後會講一點點英文 也會 就是你可以還是可以聊天 但是他不會假裝聽不懂還是什麼 但是美國人 你講一句可能口音不太一樣 或是你用你的法文口音講 完全聽不懂 然後就 好難說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我覺得我想說 你說比如說你剛才買 賣菜 然後你說今天賣菜 賣完了 我說我沒有什麼賣菜 然後 我覺得你不錯 對 你不是菜 是菜 所以美國已經過大 有海 有山 有沙漠 有神經病 所以 你就不要來我們國家 你那邊玩就夠了 不要 也是 但他們剛才講的 你應該都認同吧 我必須抗議 我真的必須抗議 但是我懂那個 Ana的那個痛苦 因為就是 應該是幾百年前 全世界的溝通的語言 都是法文 所以現在就是 全世界溝通的語言是英文 它肯定就是有點尺素 我能懂 我能懂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隨時英文 怪我嗎 沒有 真的好大 但是我都討厭 開玩笑 我根本沒有美國的時間 可以 花那麼多美國的時間 隨時那麼小小國家的語言 不是 妳學會法文後 妳還是要跟法國的老天 才跑到哪裡去 太多人 不知道 她應該沒有理由 她不知道 法文每一個州 都有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有講法文 每州 亞洲都有 那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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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那邊很多大王 要講法文 所以妳講了 法國我沒有用 我覺得剛剛 而且妳就去 妳去台北 妳去台北 光街都是寫法文 所以妳法文也很重要 就是要學 我沒有寫法文嗎 對啊 很多人有說錯 但是沒關係 有寫 心理法 你看 妳說的就很多錯 沒關係 我沒有中 對啦 好 我們要聽一些別的 下次幫妳來關在一起 對 因為泰國人也 不太喜歡美國 妳要拿過 我坦白說 泰國人真的是 不太喜歡美國旅客 是因為我們 泰國有很多寺廟 或者是有一些 魔的餐廳 需要脫鞋子才可以進去 可是我 然後我們都會貼了大公告 在前面 然後我發現 大部分的美國人 都假裝沒看到 然後就走進去了 所以妳們告訴她 還是寫英文 英文 當然會寫英文 泰文都有寫很清楚 最誇張的是 我有一次帶朋友去 那個沙灘附近的寺廟 拜拜 然後我就看到 三個美國人 然後穿著 BIGINI 要走進去那個 不可以 這個非常不禮貌 對不對 可是他們假裝不知道 可是還好 他們還沒有走進去 就有一個阿姨來擋她 可是那個阿姨 她英文可能沒有很好 所以那個三個美國人 她假裝不懂 對 後來就是那邊附近的人看到 就下來 所以就是走過來幫忙 跟她溝通 後來我發現 那三個美國人 就是還是假裝聽不懂 可是她就是很生氣 然後就走掉了 走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些美國人怎麼會 不尊重當地的文化 為什麼 對 真的 好 因為他們 你等一下再回答 你等一下 太緊急了 我也發現美國人 在出國玩的時候 會有點太過的放飛自我了 太自在了 因為有一次我在飛機上 遇到一群美國人 其實才剛起飛 他們就已經全忙了 太快了吧 他們還在等的時候 就已經在要喝酒喝了 所以剛起飛沒多 他們已經全忙了 很多 然後忙了沒多久之後 你就發現 他們在 因為太多朋友了 他們在機艙裡面 就各種的大小聲 聊天 丟枕頭 甚至乎玩 都在飛機上 對 就玩 飛機很小 很小的 當遊樂人 他們都很壯對不對 就一群人在走道上 丟 玩 爬在椅背上 但是還沒玩 然後後來不就 平飛之後不就是放飯嗎 然後吃完之後 因為他們又吃飽 然後又喝了很多酒 完蛋了 就整機都各種 呃 呃 哇 就是一個 牛蛙的班機 啊 那種 角響樂 呃 哇 那一趟真的有點累 對啊 總結 你有20秒的反骨 對 沒有 那個 其實 我一定都不看你 我覺得你們都說了 說的是非 二十秒 二十秒 總是說那個美國的壞話 能不能弄近一點 就是因為 現在 美國是一個 地很大的一個地方嘛 但是那個我覺得就 我個人 最害怕遇到的路客 就是那個美國人 就比如說我是來自 內布拉斯加州嘛 他們聽到我是來自 內布拉斯加州嘛 內布拉斯加州 那邊有人嗎 哇 比如說 有人真的問我 欸 那邊 你們有電嗎 真的 你們有玩過嗎 你們是不是那個 去上課的話會騎牛 開玩笑 我們都去馬去 但是他們也會說 你們有收視 有摩西哥 他有什麼 就 所以你們叫 我們不信任余命天 所以你們叫 所以你們叫 是外面都停了一排馬 好帥喔 對 所以我們說 我們馬上到 我們才就是 上課馬上到 我們賴戀到台灣 但是他還有電嗎 好的 各位 那你們大家對台灣旅客的印象是什麼呢 對啊 覺得台灣旅客怎麼樣 不要客氣 因為我們也需要 我們謝謝公司 好 如果不要客氣 我來遊戲 但是你稍微客氣一點 你稍微客氣一點 但是我覺得 台灣有一個地方很討厭 超討厭 怎麼了 其實我自己是已經習慣 因為十二年 跟你一般在一起 我已經習慣了這個點 但是我媽媽受不了 她這一次我們去日本玩 所以她有發現 跟台灣人一起旅遊 很痛苦 新陳太多 沒 就是我 今天我帶兩本書 因為我媽從法國帶一本旅遊的書 就是東京的 然後是最近的 然後我就看 我說 好 好 無聊 我拿台灣的 因為差很多 裡面你們先看那個封面 法國的封面就漂亮對不對 然後裡面 裡面哪裡有地圖什麼 很好看對不對 然後封鏡很漂亮 有利是什麼 台灣 吃 那個感覺很好吃耶 每一個也沒有一個夜 沒有一個夜 沒有一個夜沒有減少 每一個都吃 但封鏡也有 但是主要 你看封面 主要是都是食物 然後我媽受不了 我媽看到我老公 每次去一個地方 跟人家拍個照 好 OK 感覺你知道我媽就是 吃的是 等一下要再吃 壓菜車 壓菜車 他受不了 嘴巴一直放東西 他真的受不了 真的喔 可是你吃東西很幸福耶 我現在很喜歡 但是因為我已經習慣 我喜歡這種的旅遊方式 但是一開始我也受不了 我老公到法國 我以前覺得 你沒辦法去歐洲旅遊 真的你會很痛苦 因為他去法國 一定是以台灣的方式去旅遊 但是法國不是這樣 法國很少有那種 二十四個小時的店 都沒有早餐店 沒有很多吃的 而且很貴 然後有一次我跟老公說 我說我們去夜市 我們去三餐街的夜市 有一點像台灣的夜市 市集 老公很開心說 一定他已經有畫面什麼 可以很多湯味 然後吃吃很開心 結果他到那邊 然後趕快買一個吃的 然後買一個Logo 超大 然後他吃了 然後吃飽了 然後覺得無聊 因為只能吃一個湯味而已 然後其他都 對 你們的都很溫馨 都會賣一些小木雕 或是一些項鍊 所以他覺得 算了 沒有多意思 他真的 對 OK Josh 我也看過一樣的書 但是那本書為中國人 但是內容有點奇怪 就是說 哪裡有廁所 哪裡可以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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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玩笑 OK JuJu 你覺得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拍照 就是可能去韓國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拍照 就是拍照啊 就是隨便拍路人 或者是可能說最近很多那種 去餐廳拍Vlog之類的 對對 然後這個可能都要問一下 店家的意見 就是每家店都可以拍照 因為之前韓國發生一些事情是 很多YouTuber都會去店家吃飯 吃完飯就是想要吃霸王餐 後來就假如說他不給你吃 他就會找一些 就是剪輯 剪輯成惡魔的剪輯 就是剪輯成這間店 很不乾淨啊 很爛啊 對對 發生過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很多店家都倒 但後來發現他不是這樣子 也回不來了 因為已經倒閉了 對對對 那語論壓力太可怕了 對對對 所以在韓國的吃飯 或是想要拍錄影之類的 就是可能要先問一下 店家的意見 對對對 到每個國家應該都需要這樣 在泰國現在也不行 在泰國是可以 所以就不合法 你如果偷拍還是你PO我 就是你拍你的照片 可是後面有我 然後我不OK 我可以去告你 對對對 所以在泰國也要小心 韓國也有 自由跟隱私還是要有點進去 韓國也有就是防這件事情 就是韓國的手機買起來 都是拍照會有聲音 日本人 日本人 就是為了防女偷拍 關不掉嗎 關不掉 有吃汗 所以必須要吃汗 對對對 有吃汗 他的廁所會有咔嚓咔嚓的聲音 對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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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平常 對他就這樣 因為我的手機也是在那個韓國 韓國買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發現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是 就是隨便拍一個角片 然後突然有咔嚓咔嚓的聲音 但你需要最尷尬的事情是 咔嚓咔嚓的聲音 那個聲音後 大家都會看你 對 然後他們都好奇你 你拍什麼 然後我都需要做一個 很明顯的表情 就自拍 因為我真的不是派別人 所以剛剛在廁所裡 那個聲音就是 那 就 他在製排 他在製排 對 我在製排 他在製排 真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 不要讓自己變成OK 就要知道每個人 每個國家的文化 去尊重他們 而且我們出去的 不是代表我們自己的餓 還是代表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 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非常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主委會 下次見 拜拜 請見的影片結束了 請大家記得 訂閱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拜拜 拜拜